2001年9月1日的晚上 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 齐聚了众多名流和成千上万的观众 他们在此向迈克尔杰克逊 从艺30周年致见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一生中最亲密接触偶像的机会 也是永生难忘的一次经历 他与巴西超模的那段表演 简直就达到了让人很理解的地方 开局极巅峰 从出场的第一秒开始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所吸引 这段表演更是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无限度 作为世界的三大名目 不仅性感火辣 在舞台上也是落落大方 自信的步伐一度盖过麦克尔杰克逊的风头 他的一个轻扭臀 不知道扭断了多少观众的老腰 在麦克尔杰克逊演唱的过程中 他从侧面出场 一袭银色吊带衫 让好身材完美展现在镜头面前 这样的穿着堪比现在的21世纪 摄像机给的镜头也恰到好处 在舞台上 他每隔发亮 就像夜幕下的彩霞 又美丽又好看 哪怕是站着不动 台下的男观众也在欢呼 完全掩盖了麦克尔杰克逊的主族光环 歌声也沦为了这个女人的背景音乐 特别是她的这个背对着观众的时候 弧度虽然不大 但是每一下都扭在观众的心态上 我相信有不少粉丝是刷过好多遍 而却反复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